今天就講一下天使論 什麼來的呢 我經常都說買股票不會發達 印股票就真的會發達 最近有個朋友專門搞上市 其實好像這些情況 現在香港都是很負面 很多人都說樓市倒塌 股市倒塌 什麼都不行 其實疫情這三年 有很多內地人 已經來香港建立了很多根基 以及準備籌備IPO 因為幾天前 有個朋友介紹了一個老闆給我 他在做天使輪 是什麼來的呢 開頭集資的時候叫做總子輪 我分個圖給大家看 總子輪就是當你有個創意的時候 他們的格局是大過我們很多 香港人只是擔心樓升升跌跌 不停說不行了等等 其實這些橫觀看看 其實很多人每一天都在努力做一些事 就是好像 好像 好像樓市全部一樣 其實不是的 其實樓市 是最簡單平民可以投資的路徑 你怎樣可以拿到這麼大筆資金 就是買樓 其實很簡單 我不明白為什麼 大家不太明白 可能我看的 我縱觀那個 投資 我是很寬的 如果我沒有錢 我怎麼辦 做生意 沒有錢 就再做生意 再搞大一點 再extend 我有很多方法 如果我要收息 我不會去買樓 我有個親戚 最近又在北愛爾蘭那邊買樓 算起來是不是真的很好回報呢 我會覺得 我有很多收息工具 比買樓好很多 不是那麼吸引 而且你會搞很多事情 就算有公司代理 你又要扣了幾個百分比 我直接做金融產品 其實不難 你說了十幾年 其實這陣子股市升了 好不好呢 我老婆很開心 因為買了很多 就好像股票那樣 那你低位的時候買 你沒理由高位是最 我沒有 還有第二就是 你買了什麼 盡量買一些優質的 盡量買大單位 買一些漂亮的區 那你拿著就沒什麼問題 那你其實 應該焦點在什麼呢 其實應該焦點在你怎樣賺錢 剛才我說 有幾個能力 你不可以 只是 投資 但你又不可以只是賺錢 總之有很多不同的能力 在現在的世界 你應該是多方面能力都有 你就生存得到 那天那個朋友就介紹了這個老闆 其實他們很清晰的 他們不是空港 因為他已經過了這個總子輪那邊 他已經有開始了 那些資金 現在都是大概 營業額就不是很高的 就五千多萬左右 那他都是有利潤的 那現在跟著下去 他做了一個 就是初型的初型 所以是模特兒的初型 然後天使輪 就現在邀請一些人去做天使輪 那我拿了一份東西 我都會再給律師看一下 看看裡面的細節 那些東西 但是 但是 怎樣也好 這個是叫做 你有個方向去進展 所以為什麼你說做生意更加難 因為這個人都要 技術上面 因為他做一些事是全自動化 是不需要用人 那 用一些IoT的技術 那 跟著 他現在都在運動 那 第一大 就是日本製造的 他已經做到第二大 那 他有幾個全球第一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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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技術 那所以很多時候 就是 你覺得沒有希望 喂 大哥你有沒有努力過 先 你不去想多些東西 你只是想著 喂 我靠人 靠人是什麼呢 買股票就是靠人 靠人 靠人 癡一些東西 那你是不是真的很容易發達呢 很難 但是 你說 每年有固定回報 又不是很難 但是你說 喂 暴升 新交暴漲 那你一定要印股票 是不是 全球 最有錢 Elon Musk 都是靠人 印股票 成立公司 那些技術 你猜他懂不懂 其實不是 有兩個工程師 是原本的始創人 所以你集資的能力 又是另一個能力 是不是 所以 很多時候 你覺得 喂 沒有可能 很難 因為 你 沒有細心去研究很多東西 還有 認知太少 你認知多些 去 了解一下社會怎麼運作 原來很多人 都是極之有錢 那我們要去到那個水平 才能看得通 究竟在做什麼 那我們要盡量去做這件事 還有 好像在這些世界 而時勢 很多人會覺得 沒有希望 或者是很差 其實正正就是這樣 這個COVID 才 令我重新思考 我的 business model 或者 或者我會 做其他事情 做虛擬的資產 所以我現在 虛擬的資產 都是有的 譬如 YouTube Channel 都是我的虛擬資產 是不是 那你就不會說 只是收租 是不是 你不會只是做 單一件事 是不是 我Patreon裏面 會有詳細說 究竟這個天使倫 他家公司的 business model 是什麼 就是做什麼 他是對的 他講的idea是對的 就是我們做的生意 一定有倍數 倍數啊 就是你想想 如果那個倍數夠大 就是你面向的群眾夠大 你每天的流量夠多 那你才可以 就是 可以賺到很多錢 因為你倍數太小了 就是如果你不做生意 你為什麼把你的時間佩戴呢 是不是 所以他在講 他在講的那些 都是一些比較大的數目 其實不多 香港都是很小的 但是 其實每人 每一天 衣食住行都在花錢 你怎麼 賺到那些人的錢呢 是不是 其實很大 我只是不用說得多 你只要做一個區 你做完 你都做不完 我都說 有個人 在同一個商場 開了二十幾間 同一個 的補習中心 全部都是被他霸佔的 在哪裏呢 屯門那邊 如果你知道 整個商場都是他 我走到哪個角落都是他 你只是一個商場都有幾百個單位 你只是做一個商場 你全部霸佔的 你都 你都不行了 是不是 所以其實 好和壞是你自己怎麼想的 因為你內心投射了恐懼 那你就投射了恐懼 那樣東西就是對你不好 所以我不是建議大家買樓 但是買樓是最容易集資的 銀行是最支持你 但是現在不是每個人做到的 更加少人做得到 好像在這樣的情況 銀行收水 那你更加少人 是有錢去買的 就算你想買 根本銀行都不支持你 所以我們 怎麼看一件事 其實就是你自己本身的投射 那你本身投射 我是自用的 我又很難才能上樓 你買好東西的話 其實沒問題 大堆人拿著很多很正的貨 你想想現在 你玩得久才會發覺 如果在一個停車場 你要留意到 全部最漂亮的位置 都是留給老闆 都留給老闆 那你就知道 每件事都有價 但問題是你那件事好還是不好 你那件事好 價錢好些 你那件事不好 價錢差些 但它有一個叫做 本質在那裡 那所以呢 每件事有一個本質 你應不應該做呢 你就想清楚這件事 不是盲目去 我負面啊 或者我好正面啊 這樣 這些都不是想要的 只是去到原原本本 你應不應該做這件事 那真的賺大錢呢 是要走一條跟別人不同的路 你是需要很多思考 應該怎麼做 我就不會把這個物業當作一個 不會把物業當作一個賺錢的工具 首先不要這樣去想 這樣就很容易了 除非你真的存到差不多 我存到有十間了 或者二十間了 那你才開始去做這件事 因為自從我發現了 原來金融產品更容易做的話 我物業我會繼續做的 我做到按揭 所以我就會繼續買 但是另一個部分 我就會提升我那個 就是每個月的收入 這是另一個技巧 所以我經常都說 如果你現在只有一道板斧 你啟動不了很多資金 那如果你把自己公司上市 是其中一個 很容易啟動大量資金的方法 但是現在我們找錢的方法 就不是說 喂 今天做了十個小時 我就拿回十個小時的錢 為什麼很多人都賺不到大錢 就是因為 他永遠都說 我今天付出了十個小時 我就要計算每十個小時的錢 創業就不是這樣 上市IPO都不是這樣 你可能用了一百個小時 一毫子都沒有 但是突然間就是一百零一個小時 就把之前賺的那些 就是付出的東西全部拿回來了 那這個就真正是創業 這個就是為什麼要上市的原因 為什麼有些人賺大錢 有些人仍然永遠都是每個小時計算的 因為專業人士都走不出這個情況 就是他永遠都是用時間來換錢 我每個小時跟你計算 你每個小時好像是蟹屁 但是你計算回來 整體來說 你可能 只是很低身 那這個有用呢 讚、like、share 給朋友 深度思考 才是令你走出困境的重點 其實很多事情 都是你內心的投射 有人覺得很好 就因為他內心覺得這件事很好 有人覺得這件事很差 就是內心覺得這件事很差 所以 情緒做主導 你只聽了很多垃圾 但是你實際應該做的是什麼呢 這個才是重點 所以為什麼我經常說 心靈雞湯是沒有用的 如果你有時候看了這些雞湯書 你令你的情緒很高漲 立刻就出去 就做了很多很多計劃 但是到年尾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今年是完全一點進展都沒有 所以我個人就比較實際 你不如實際想想 你應該做什麼 你有什麼能力做什麼 不是叫大家去上市 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 但是我們會向那個方向 我去研究 我去創新 我去投資 有趣 我去做下市 有趣 有趣 你 有趣